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了老赖黑名单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许宗恒因半受惠罪 已于2011年被判处此刑 换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没收的人全部财产 许宗恒资料图 据新华社2011年5月的报道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精神里查明 2001年至2009年 许宗恒利用担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 市委副书记 深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市长的职务便利 被深圳市顺家高薪建材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区委员书记 于伟良等9个单位 或个人在边缸土地规划 承揽工程 职务升迁等方面谋取利益 先后多次收手相关人员 其余的财务或计辙和人民币3318万余元 案发后 占款财务已全部追缴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许宗恒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蒙取利益 非把收受他人财务 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许宗恒受贿数额特别巨大 情形特别严重 鉴于许宗恒在暗访后主动交代了有关部门上不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 具有坦白情节 认罪态度就好 占款财务已全部追缴 对其判除死刑 可不必及执行 此番中国 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执行财定书显示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关于执行许宗恒没收财产一案 其2011年作出的刑事判决书 已发生法律效力 因被执行人许宗恒被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了一下执行措施 一、2017年7月3月下 正在秦城监狱府 平的被执行人许宗恒发出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率 二、2017年7月18月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总队总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查控 经查询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 证券账户 车辆 方产信息等 发现被执行人银行账户中有3585.52元人民币 未发现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三、2017年7月20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总队总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许宗恒银行账户中3585.52元进行冻结 于2017年8月9日进行扣话 于2017年8月17日上缴国库 四、2017年12月20日前往公安部秦城监狱 由秦城监狱工作人员向其转交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 五、2018年1月29日前往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对许宗恒银行房产查询 发现其银行住着一套 于2018年1月30日进行查封 六、本月你对查封房产向社会公开拍卖 考虑到该房产错落于深圳市政府家属院 于2018年6月25日向深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包含征求其意见深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018年7月5日回韩城 该房产是深圳市集中建设的省部级盖部住房 根据规定 省部级盖部住房策部上市交易 故建议该房产在不向社会公开拍卖 待出台有关规定后 按规定执行 七、2018年7月16日对被执行人许宗恒 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 并再次提起总队总查询 警察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 八、2018年7月17日将被执行人许宗恒 列入市线被执行人名单 截至目前 执行到位金额3585.52元人民币 被执行人许宗恒民下房产一趟暂无法处置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519条之规定 裁定如下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若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 可以恢复执行 上述执行财定书的内容概括来说 许宗恒为履行判决中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因此郑州市中院采取了多项措施 查出许宗恒有3000余元存款 另有位于深圳市政府家属院的房产一套 3000余元存款已经上缴国库 房产则暂时无法处置 同时 郑州市中院对许宗恒 采取了限制高消费 列入是近被执行人名单的措施 郑州市中院采取了多项措施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也显示 许宗恒今年7月 17日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对于生肖法律文书 确定了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义务 既有履行能力 而居不履行生肖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接受正式 微信ID exjbsese采访时表示 未了解决执行难问题 最高法于2016年 推出的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也就是俗称的老辣等举措 司法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不过 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一般 针对的都是民事案件 最高法2016年11月7日发布 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时 也提到 为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肖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推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 制定本规定 因此 司法实践中将行使案件的财产型的被执行人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并不多见 阮奇林说 一致对失信被执行人 实施联合承解的相关规定 老拉会受到限制补借性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支持 限制担任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 董事 监事 限制乘坐飞机 列车软卧 限制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 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多项承解 这些承解措施主要针对 仍在社会生活中活动的老拉 对于正在监狱中服刑的罪犯来说 没有太大影响 阮奇林认为 许宗恒2011年被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执行财定数显示 2017年7月13日下 正在前程监狱服刑的被执行人 许宗恒发出执行通知书 这意味着许宗恒已获减刑 按照法律规定 犯罪笨子服刑期间 如果认真遵守监规 接受教育改造 却有悔改表现的 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可以减刑 但是 司法实践中 一些司法机关建立了罪犯财产 判向旅行情况与减刑 角色相关联的机制 将财产判判向旅行情况 作为衡量罪犯认罪毁罪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罪犯拒不履行 没收财产等财产刑 则不予减刑假释 因此 依据郑州市中原的上述财定书 许宗恒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 那么其今后的减刑假释将受到影响 正是微信ID XJBCSA专告王叔和抢教队 王欣